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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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胡 因为今天的话店里面事情比较多 就没有说出去吃饭了 然后在店里面的话就做一个简餐吃一下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吃熊饿做的饭了 所以很想吃 那我开动了 香肝包菜回锅肉盖饭 好香啊 是不是因为自助餐吃多了 突然发现 这简单的简单的工作上好美味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外面打工做销售的时候 每天中午和晚上就特别喜欢吃呢 什么青椒肉丝盖饭啊 排锅肉盖饭啊 还有蒜苔炒肉盖饭 经济又实惠 而且非常下饭 主要是那放不够还可以夹 嗯 啊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吃大餐也好 是减餐也好 最重要的还是 还是品尝美食的心情 就好比 今天工作了一天 有满满的收获 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今天一天心情都是美好的 那吃起饭来的话 无论吃什么都会很香 昨天我们看到 黄东阿姨在那边晒花生 那花生好多点 我们尝了一个特别甜 后来我会给她买一点 她说不用买了 送了我一份一点 我吃完半天就吃点花生 朋友们 不知道你们那边的 平时的主食是喜欢吃什么 像我南方这边主食的话 就是比较喜欢吃米饭和面 前几天的话米饭吃的挺少的 今天要多吃一点 锅里还有没有 好吃 嗯 有时候实在太忙的话 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也会去交外卖 你们那边的外卖会不贵呀 正常叫个简仓外卖的话 差不多也要个 要个20块吧 我觉得 朋友们喜欢吃这种大蒜吗 不可以这是葱 我很喜欢吃 但我觉得他来炒菜啊 炒什么都很香 很有食欲 我觉得今天这一顿 你去外面去支付餐 吃哪一项 有点乖乖熊二的厨一号 我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做饭 给我吃啊 马上啊 马上 哈哈哈 你相信不相信我的主意 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哈哈哈 那你不要讲话了 哇 这夏天喝冰镇可乐好 冰镇雪碧好爽啊 嗯 一碗饭搞定了 吃的好饱 吃完了休息一会要开始忙碌了 相信大家今天也都忙碌了一天 工作了一天了 也挺辛苦的 所以说的话饭一定要多吃点 吃饱了饭才要立即去干活 加油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要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 拜拜